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委托直播 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的交通安全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 我们的汽机车在路口的时候要减速停满 其实在路口当中很容易会发生一些车祸 其实近前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讲过 像有的时候之前阿诚有来跟大家介绍过 有的时候看到散灯 散红灯 散黄灯 那有的路口甚至是没有灯号的 可能只有标志或标线的 其实这些大家都要来了解一下 那阿诚是不是也跟大家来谈一谈 在我们的路口当中 其实大家经过路口的时候 我们的汽车 机车跟我们的行人 都要注意到相关的一些规定 那也是提醒一下大家路口的安全 阿诚跟大家讲一下 好的 那我们汽机车在行进路口的时候 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理让行人 因为行人他在走这个新川区的时候 他是最重要的 所以不管说你是绿灯还是怎样 当你进到这个转关的时候 要经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去理让行人 如果没有理让行人 这个还是会有罚者的 嗯哼 对 就是要理让行人的部分 就是要尊重行人的路权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这个汽机车 其实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 有一个三字诀嘛 就是慢看停的这个三字诀 其实也跟大家来谈一谈好不好 就是如果我们遇到了行人的时候 该怎么做呢 汽机车 那汽机车他第一在转关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要看的就是先看号字 看号字 如果说我们现在是右转的 嗯 那号字右转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除了看号字以外 还要左右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那个新人 他到底有没有从这个马路穿越 但是你在看的时候 譬如说你汽车在左转的时候 比较容易被这个A柱挡到 哦 被A柱挡到 所以说你一定要做摆头的动作 哦 稍微再注意一下 因为有时候你在转弯的时候 很容易被前方的A柱挡到 嗯 那你那个视线 视野就看不到 对 就很容易撞到新人 对 那在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到 就是有时候你有可能路口是要 你可能是要左转 有时候是要右转嘛 就是像左转 无论是左转或者是右转 我们只要经过路口的时候 都要特别注意到 就是之前有跟大家讲到 防御驾驶的观念嘛 你有时候你要滑过去的时候 你其实有时候也会有 比如说像行人啊 骑脚踏车的啦 小朋友啦 都是都有可能会在路口出现嘛 对 所以说你在转弯的时候 不要说我 只是转而已 不要说我什么都没有 直接就转过去了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刚刚转过去的时候 搞好 他有一个那个死角 刚好挡住你会没有看到行人在通过 对所以你在转的时候就是我们先把车速先放慢 然后我们探头然后看一下确定没有车子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后视镜后面还有没有车 机车要执行的 对确定没有之后我们再来转弯 有时候会发现就是你要转的时候 后面还有车子要过来哦 对如果说我们今天是圆形灯 不是那种有箭头的 对 好你现在要右转 你就要看一下你的那个后视镜 看有没有 看后方也没有来车 然后我们再来转弯 对对 那如果说有箭头的话就比较 比较准确啦 比较准确但是还是还是要注意 还是要注意看一下 因为有一些用路人不见得会遵守所谓的箭头灯 他可能看到有绿灯呢 我就就走了 可是没有没有去注意到说 他是这个时候是箭头灯 你只能够遵照箭头的指示去弯 那也有说你机车跟汽车一样都是右转 那可能机车他在转的转弯的弧度太大 搞不好有可能会去碰撞到你的汽车 所以你在转弯的那个时候 你那幅度你自己要去 拿捏一下 要拿捏一下 看一下我右边的车子 他是太靠近过 太靠近我们的车子 对对对 所以就要稍微闪一下 嗯要稍微闪一下 好那还有一个 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路拳的部分 之前好像有稍微谈一下 路口的路拳啊 那些路口的路拳的话 还是要注意到 这一你的你的开的这条 到底是支线还是干线的哦 其实这个有时候 我相信听到朋友 有时也是 有没有签策了哦 那到底要怎么去分判 你的路拳大还是你的路拳小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分判比较容易哦 只要是行人 他的路拳就是绝对优先的 行人是比较优先路拳 不管是怎样 行人的路拳绝对是优先的 对 那我们汽车一样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我们的号制 嗯嗯嗯嗯 还有我们地上的标线 对 标线 对标线也要注意 比如说 会刺激啦 嗯 他比如说他是有左转的 还是有执行的 嗯 还是左转执行都可以的 那个标线我们都要特别去注意 嗯哼哼哼 其实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孩子 哦 这一这个新闻后 跟大家来谈一下 其实有时候这个是防御驾驶的观念 啊 当然有时候会闪避不及 这个是很常会发现的 这是发生在2月10号 上个星期 在发生在家宜 家宜官 泰宝 差不多 二月十日 阿宝差不多两点 在 167 加167限道 所以 有一个小客车跟脚踏车 相撞的事故 阿就是有一个 阿开小客车的 阿结果呢 不小心撞到从 产业道路跑出来 的一对 小朋友 他们是小六哦 小六生小朋友 双载 那他们是骑电动脚踏车 骑电动脚踏车 我想不知道有没有戴安全帽啦 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新闻上面没有讲有没有戴安全帽 那结果 这两个小六的小女生呢 当场就死亡了 那小客车撞击后呢 翻覆到田间 所以 这个代表说 这个地方其实是 他们 呃 比较算是乡下的地方 跟床 那旁边 你看旁边还有田哦 所以 也许小朋友也是在那边骑闸车在玩 说不定是这样子的状况 那 之后呢 呃 之后这个车上呢 有一人伤重不治 阿一人是受重伤 所以其实在车上的也有受伤 哈 又又又死亡的状况 那根据了解这个 呃 男性驾驶呢 他开小小客车后面是在他的同事哈 那他在 加167线道 跟从产业道路跑出来双载的电动脚踏车双载 那当然 脚踏车 都跟的是肉包铁啦 而且真的是没有办法 没有什么保护力 所以这两个小朋友小六而已 当场就 上市生命了哈 那小客车 因为激烈撞击 结果呢 撞到路灯 翻覆到田间 那也是有一人生是死亡的哈 那一人受重伤 哦 所以这个状况 你看 他其实是在 旁边还有田 够残 所以这应该算是 也没有什么耗志呢 当然 他好像是从后面追踪的 对对对 没有什么耗志呢 对 对不对 所以他也没有红绿灯 我感觉有一些地方 可能跟增加的地方 有田 可是他可能不是任何路口 都有射红绿灯的状况 其实这个乡间小路更要注意啊 因为他的那个路幅不是很宽 不是很宽 那有时候你们在行驶的时候 都一定要把速度放慢 然后再经过这个没有耗志的路口 一定要特别的去减速 你要稍微停一下 对 你要稍微停一下 你不要说直接哦 就过去了 对 这样子 有时候像这个状况之下 这个小朋友两个双载 哦 呃 突然也跑出来 那就是跟这个轿车又撞在一起 就这个轿车 我相信他看到的时候 应该是紧急刹车啦 这儿就撞到好像是电线嘛 电线感还是 就撞到旁边就对了啦 那激烈撞击 而且还翻到田里面 所以代表他可能有紧急刹车啦 对不对 对 我撞起来 这个就是翻 翻覆啦 所以你看 我觉得 这个就是也是有跟大家讲到 跟我们的所谓的防御驾驶有关系啊 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那當然路口的部分呢 路口是有非常多的狀況 要特別的注意 其實這邊有一個新聞 是講到台北市的新聞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真的是經過路口 有時候真的會不小心 你判斷不及 像這個是發生 也是一個死亡車禍 可是這死亡車禍 我覺得是 我覺得自己真的要很小心 這是發生在台北市的 民權西路跟大龍街口 也是在上個星期後 2月10號 這個死亡車禍是怎樣呢 一個女騎士 她騎摩托車 經過路口 撞到分隔島 撞到分隔島 她經過路口撞到分隔島 之後呢 倒地 結果的後面剛好 我就很不幸了 後面有一台殺死車 結果殺死車 就 可能也 倒不掉 結果就不幸就輾過去 當然這個女騎士 當場就是 馬上就死亡了 而且 根據警方的初步研判 就是說 這個女騎士呢 從民權西路 沿著台北橋方向行駛 結果呢 經過這個路口 疑似想要超車 疑似想要超車 結果 沒有超車成功 不小心撞到了分隔島 那不小心撞到分隔島之後 連人帶車呢 就倒地了 結果後方很不幸就是 又有一台殺死車 所以那個殺死車駕駛自己也很驚慌 因為他真的也不知道 他也來不及 殺車嘛 因為 真的是 今天是鬥美條啦 是不是阿成跟大家也講到 其實有很多 之前有一些新聞也是這樣子呢 其實他不是直接跟大車直接追撞 是因為自己倒地 不小心後方又有車子撞上去喔 就因為這個發生 像你之前那個新聞報花蓮也是 就是有一個喝醉酒的婦人 然後在橋那邊發生車禍 躺在橋上 那後方的車輛也是不小心把他碾斃 對 這個也是 我說很難預防的 因為這個 後方的駕駛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是真的殺不住 對 那你說他開眼脈 有時候視線昏暗 他也真的沒有看到那個人躺在地上 對對對 那你說那個殺死車 他的車體比較高 等他發現的時候他也來不及了 搞不好他也沒有看見了 所以就 真的是 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跟大家說 其實像這個 這個新聞講到 就是疑似要超車啦 所以也講到說 我們 行經在 道路上面 你要超車 到底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可以超車 什麼樣的狀況不要超車 阿成可不可以跟大家 稍微講一下 譬如說這個 如果是單線道 你要跨越雙黃線超車 這就不行 跨越雙黃線超車就不行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超車 如果是 他有兩個車道或三個車道 你要 你要變換方向超車 那個是可以 你就是提早先 打方向燈 嗯 那確定後方沒有車輛 你再來超車 嗯 對 那如果是單線的 真的是不建議在超車 因為如果說是單線 他就只有一個車道而已 對 那你要超車一次 必要跨越雙黃線道 對向的車道 嗯 那你跨越過去的時候 當你發現對向有來車的時候 其實 閃避不及 你會閃避不及 會比較危險 也會怕來不及 那像歐多拜怎麼超車 歐多拜也是一樣在機車道啊 我發現也是 大家會鑽來鑽去啊 對 那個 摩托車也是 因為我有遇過說 嗯 砂石車在前方 那摩托車在後方 他覺得砂石車開得很慢 開太慢 在轉彎的時候 他想要超車過去 那不小心地上有這個石頭 蛤 滑倒 就滑倒整個了 就捲到這個 砂石車的後路 哇 對 所以我說就是 單線道的 千萬不要說急著說 要去砂車 我會建議說 嗯 超車啦 我建議不要啦 你先停到旁邊休息一下 也沒有關係啊 你覺得說跟著他後面 覺得 開太慢 你可以停在旁邊 你先休息一下 等那個車子過後 那你再來慢慢騎 嗯 不要趕那個時間啊 不要趕那個時間 尤其單線道 我們騎車車的朋友 像阿成你的小港峽區 小港分區峽區 其實大車也很多 你常常也在做這樣子的一個 交通事故的一個排除嗎 對 所以 如果說是大型車的話 有時候也都是 比較不幸啊 那除非說真的是 嗯 有比較幸運的狀況之下 可是也是要跟大家講啊 你的 機車騎士 儘量跟大型車真的保持距離 真的保持距離 然後你在超車如果後方是大型車 一定要提早先打 方向燈 方向燈 不要說欸那個大車已經接近 快要接近的時候 你在打方向燈 其實那個時候大車它是來不及煞車的 嗯 因為它看到你打方向燈的時候 它要再做煞車可能會有點來不及 嗯 嗯 所以我覺得說 先 你先方向先打好 讓後面的駕駛知道說 欸準備要過這個車道 嗯 它其實速度會減慢 嗯 你先打 打完之後你再來轉 會比較安全 阿成立你剛剛講到那個雙黃線 我就看到一個新聞 因為雙黃線大家知道不能跨越嘛 對 也不能跨越雙黃線 所以欸 我覺得總控喔 你開車開開開發現說 欸 不對啊 我要我要我要彎的 結果我來不及彎喔 啊可是結果發現說 欸整條路都是雙黃線 你也沒辦法彎 這時候很多人就是會 反正趁沒有車災怎麼樣 就跨越 其實這是違法的 對 這還是違規的 你一定要等到下一個路口 再彎 下一個那個紅綠燈 好你再來彎 嗯 又整條路是窗網線 你確定就是不能夠去回轉 也不能跨越 我這邊有個新聞 這個是發生在基隆 也是一個A1的事故齁 它是發生在2月11 2月11早上大概11點多 欸這還蠻嚴重的 它是一台黑色的福特野馬 從基隆市的市區 往萬里的方向齁 疑似因為失控跨越行車分向線 那開到對向車道 迎面又撞上一輛銀色轎車 結果那銀色轎車的駕駛 因為猛烈撞擊 當場就失去生命跡象齁 那這個新聞是這樣齁 這個黑色轎車裡面有四大一小 當時是一度受困的 那這個在車上的是一名 41歲的移民無姓駕駛 他在早上11點多的時候呢 駕駛一輛黑色的福特野馬 那行駛在基隆這邊齁 台二線 可是呢卻因為飄移 飄移 是有了好嗎 飄移 就是撞到跨越雙黃線 就是跨越雙黃線 就一面呢 就等於說逆向齁 撞上一面開來的 一個71歲的黃線的一個男生齁 一個駕駛朋友 結果他就是因為猛烈撞擊 當場就失去生命跡象齁 那當然這黑色的這台車子齁 連裡面總共有五個人 也緊急送醫 結果咧我們發現說 他當時是說齁 這個無姓駕駛是說 因為失控跨越行車分向線 才會開到對向車道 之後才會撞到這個銀色這一台車子齁 那可是警方他 因為到醫院了嘛 他對他做抽血的檢測 結果咧發現是酒駕欸 他酒測值0.60 所以0.60 是超很多嗎 超超多的 對也是超過很多 對 因為標準就是0.25 0.25 所以他0.60了 等於就是超過一半以上了 這個狀況之下 等於他喝滿多久的咧 對因為 那要看個人的體質啦 有的人他可能喝了很多 但是他不一定會醉 那可能有人他喝了一杯 酒測值就很高 對 這是跟每個人的體質有關係 對 那可是像阿成 像這個狀況他是說齁 他是 欸 失控 失控才跨越行車分向線 可是失控的狀況有很多種嘛 現在汽車會失控的狀況之下 比如說他可能會失控打滑 有可能會不會跟天雨路滑有關係 會不會跟車輛狀況有關係 是輪胎皮有關係 這一點你怎麼看呢 我看這個很多都是車速過快 車速過快的關係 有時候你車速過快 然後你會來不及反應 然後打滑也有可能 然後接著你車速過快 等你發現的時候 你急踩煞車 急踩煞車的時候就會 你車子就會 像你說的 失控 就會失控 對 喔 對那前幾就是他一定車速一定有 有一定的速度 有一定的速度 等他發現他急踩煞車 就會飄移 那可能對就會飄移 對那下雨天也是有可能 下雨天是更容易 對 更容易因為抓地力 那一定是急踩煞車才會這樣 嗯 哇天啊 欸之前我看過那個叫水漂現象 也水漂現象 就是你動不住啊 你汽車就是 你要煞也煞不住 那個時候你只能夠 把方向盤握緊一點 握緊一點 對那不然你這個車子他還在飄 你只能夠去控制你的方向盤 因為這個新聞是發生在北部 因為北部齁 其實上禮拜也一直下雨嘛 對 他一直都有在下雨嘛 因為我們南部鄉親可能沒有了解 因為我們南部天氣很好 可是北部一直在下雨 所以你看這個狀況 它是發生在基隆 當時應該也是有 說不定是有一些天雨入滑的狀況 有下雨的狀況 啊 提起我們聽眾朋友啦 我覺得無論如何有沒有下雨 不管有沒有下雨 你天雨入滑 呃 又更容易會失控打滑 你平常車速過快也容易失控打滑 對不對 啊像阿成你剛好講到 有可能有小碎石啊 對不對 有小東西啊 在路上其實有時候也很難避免啊 然後就是你的胎紋 搞不好已經磨平了也有可能 喔 胎紋胎壓 對 這個也要注意到 對那也要注意到 對啊你看 所以 大家要特別注意 像這個就是失控 那是一種 又跨越雙黃線 其實這一台 銀色的這台轎車喔 這個 他就是 他就正常在行駛當中 結果就是失控打滑喔 就跨越到雙黃線 等於就跑到另外一個車道了啦 對 這也是 這種車禍現象 我們都不想看到喔 可是很 很難避免 因為你行車在外 就很容易會遇到這樣的事情了喔 那希望大家都不要記憶 understand 那也是把今天的新聞 讓大家可以參加一下喔 真的不要開太快喔 好,時間關係 先讓電台拆 C 等一下我們回到現場呢 再跟我們高雄市警局 小港分局 交通組警務員 黃帽誠繼續聊 等會馬上回來 小默醫守 lie 人生無常 有的人是為了親情、事業、心情、煩惱 在這裡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張揮衝門 我們要睡前念揮衝門 揮衝讓我們自己的完成協助 做生我們的心臟會比較平靜 這裡可以跟你們免費來結合 空氣335 數理335 公廠交通車 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車 要找哪家車公司才好呢 你的問題 全球巴士公司都聽到了 觀光旅遊、工廠交通接駁 各式活動用車 只要你想得到的菜客服務 找全球巴士就對了 從8人坐小巴 到43人坐遊覽車 全球巴士給您舒適的乘車環境 評價優惠 全球巴士服務專線 07 831 9037 831 9037 我們是可愛的如風聰 洗嘴是孤水探摩摩桑 嘿 大家好 我是人看人欧路 幾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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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 不管你是國賓的女朋友 還是國賓的老爸 現在開始 我們大家都有機會 做到這個國賓法官 跟這個法官拿到人 做回來心伴 邀請你現在做回來做國賓法官 讓我們的思法越來越好 S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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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廣告由司法院提供 這是一個上街快樂的地方 一切真主在 關心土地咱的愛 這是一個上街自由的地方 快樂愛台灣 快樂臺灣 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在這部現場的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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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快樂聯播網 新聞順序 在這部現場的和平友楊潔 現場邀請到的是 高雄市警局 小港分局 交通組警務員黃茂成 阿誠好 傑哥好 其實各位聽眾大家好 對 剛剛在跟阿誠聊天 阿誠說在你們轄區當中 又發生一些交通事故 那當然跟酒駕有關係 也跟大家做一下提醒 這是發生在你們轄區當中 最近的事嗎 對 就前幾天發生的 是是跟酒駕有關 對也是酒駕的 那他就是當天 晚上喝很多酒 喝很多酒 他是雷犯嗎 他是雷犯 也是雷犯 對 那他喝了很多酒 早上還在宿醉 就騎車了 那就是不小心是去撞到 另外一台車子 就 然後 就當場就失去生命跡象 所以是喝酒的那一個人 對 是 他是開車還是騎摩托車 騎摩托車 那 他撞到也是撞到摩托車嗎 還是撞到汽車 他撞到一種 比較大型的車子 像貨車那種的 哇 所以他去給人家追撞的 對他去撞人家的 天啊 所以等於說他在宿醉當中 對 又開車 又騎 又騎車 對 他是要趕上班 還是 趕著上班 哇 所以當場 所以他當場就失去生命跡象了 對 那有就是因為有幫他抽血 才知道他是酒家 對 他是酒家 也是0.6級 對 跟剛剛那個很像耶 剛剛是0.60嘛 這個是0.6級 所以 你已經喝到0.6級了 所以你的判斷力 可能意識都比較模糊一些 對 所以也跟大家說 所以其實一直在跟他講酒駕的問題 其實很多的聽眾朋友都覺得說 對啦 我們常常在講 可是還是一直在發聲啊 所以就是要跟大家 不停不停的說 我們聽眾朋友 是說 我們的親近朋友 有人會愛喝酒 要把苦放一下啦 盡量不要 盡量不要喝太多 如果有喝酒 你也要注意到自己的代謝的狀況 代謝狀況 像阿成你說你這個社區的 就是 他可能 欸 前一天有喝喔 喝很多 還沒代謝完 早上就去上班 這當中你還是有酒精成分啊 對 因為很多都是 有的很習慣 就是睡醒 喜歡喝一杯酒 那他覺得說 喝完早上起來 他覺得 還蠻清醒的 其實他體內還是有這個酒精濃度 對 所以說 建議就是說 如果說晚上有習慣小桌的 小桌 聽眾朋友 最好是隔天就不要再碰這個車輛 會比較安全 會比較安全一點齁 好 那再跟大家講到 這個新聞是在台南 而且這個新聞呢 我們台南市市長黃偉哲也非常非常的震怒 說一定要拿出對策來改善齁 可是要改善之前 我們聽眾朋友路過的時候也要注意到 也是台南市一八二線龍騎段 他這地方蠻蜿蜿的齁 所以很多重機 騎重機的朋友會來家怎麼樣 這是跑山啦 應該是用跑山 其實有時候 每次看到跑山車禍事故都很多齁 可是大家還是追求刺激 所以也跟大家說 要在這裡安裝為主啦 我們去騎車 騎車是為了交通便利 不是為了讓你追求刺激齁 是的 所以要跟大家講一下 所以很多的機車車友啊 會來這邊壓線齁 那展現率進 所以車禍頻繁齁 那像今年一月份已經發生 三起的機車死亡車禍了齁 所以呃 台南市市長黃偉哲也要求說 一定要拿出改善的對策齁齁 那在上個月間 這個三起的機車死亡車禍 像有一名陳姓的大學生 就是因為車速過快 又沒有注意到這個路況齁齁 那追撞到一台貨車也是傷眾不知齁 那另外兩起都是失控自撞的齁 那其中有一個秋姓的中年男子 是撞到護欄 連人帶車是摔落到水溝 結果也是翁仙齁齁齁 那這幾年呢 避隆季段往高雄內門 這邊真的很多這個所謂的車禍齁齁齁齁齁аются 是否有踩所謂的測速 在做區間測速來做因應 可是還是發生很多車禍的事件 那當然 這邊還有什麼樣呢 有一些車友很誇張 他還把這邊當賽道 追求快感 而且還有這個叫做追焦手 什麼叫追焦手 捕捉鏡頭 帥氣的鏡頭 展現騎車的帥姿 那這些追焦手 會站在水溝內 或趴在護欄這邊拍照 那建議大家真的是不要這樣 那水溝加鈣跟追焦路段 由於拍照點 可以能夠加設阻礙設施 讓追焦手難以拍照 那這邊真的要特別特別注意到 就是車友呢 一定要注意到這個車前狀況 那而且呢 也要注意到 這邊這個所謂的水溝加鈣的問題 可是像你看剛剛這個 有一名死亡的狀況 就是他跌落到水溝裡面 可是呢其實說真的 就是因為你騎得太快了 真的是在蜿蜒的路段當中 你真的是失控就會跑出去的 真的很難去避免 所以阿陳是不是也跟大家來談一談 這個 像這個都是屬於危險駕駛的一個部分 真的有夠危險的啦 那像 譬如說你行車速度超過這個 最高的時速60公里以上 還是你在道路上蛇行 蛇行 那這個都是屬於危險駕駛的部分 那這個 如果駕駛人有以下的行為 他是處罰6000元以上到24000元以下的罰款 喔 所以還是請各位車友 如果說你們在騎車在追求速度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的謹慎 嗯 千萬不要啦 因為我們出去 我們駕駛的交通工具是為了方便我們 能夠到達我們下一個要去的地方 不是拿來當刺激 喔 因為我們台灣的道路真的很不適合去做這種進駛 進駛 那種 那種 大家去那種飆車 比速度啦 飆車啦 因為我們台灣的 台灣的道路的設計 本來就是 路比較小 嗯 然後 彎道比較多 對 不像其他的國家 他的道路比較寬 比較比直 對 那所以我還是不建議大家 在市區啊 還是在山區裡面 從事這種飆車的那種行為 這危險駕駛齁 很危險耶 而且如果有進駛齁 進駛的時間 比速度齁 在比速度 對比速度 這個真的是非常危險齁 我們要做任何事情之前 我們要為家人想一想 有時候你可能覺得很刺激好玩 喔 可是家裡面還有我們的家人 你如果發生危險 我們家裡面的人多小心耶 這個一定要特別注意喔 那有一點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很很重要喔 我看到這個消息 因為之前也有跟大家講到 如果你不小心發生一些交通事故 你該在哪裡等待救援 這件事情很重要 這個新聞是發生在 2月13號今天早上 今天2月13嘛 今天早上9點的時候 在國六 國道6號這邊 這個是一輛轎車 跟一輛營業半連結車發生追撞 那初步了解就是 這個轎車呢 故障停在出口潮化線這邊 那營業半連結車撞上 站在轎車車外的一名 63歲的王姓女駕駛 結果呢 這個當場就失去生命跡象 宣告不治喔 那這個車禍的現場發生之後呢 這營業半連結車就側翻在主線道上面 一度也占用內側車道 跟外側車道 跟外側的路間 造成車流回堵1.7公里 所以也是開車喔 那當然這個發現當中 如果說發現有一些異常 你要亮方向燈 也要注意到後方來車 尤其你要等待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到就是 在車輛尤其如果說是國道的話 你車輛如果發生一些事故 你後方要放所謂的警示牌 警示標誌 這部分是不是跟大家提醒一下阿成 如果說在國道發生這個車輛故障 第一個是要趕快下車 然後趕快我們的那個什麼 警示燈趕快打 要先打開來 然後如果身上有這個警示的警示牌 請拿到他150公尺處去擺放 如果說沒有的話 你要趕快離開現場 哇這個真的二次車禍 真的不要在現場在那邊指揮啦 那個那個都會造成你的危險 對對對 所以不管在高速公路還是在我們市區的道路 只要發生車禍 我們第一個就是先離開我們的道路 對 如果在國道的話 我們看是要在路間外面 護覽外面 那在市區那邊的話 我們就盡量到這個人行道 人行道 不要在那個我們的道路上 因為你在道路上 會有非常多的危險 嗯 你站在那邊其實 等到駕駛 他看到時候要去做反應 可能也來不及 嗯 所以這個算是二次車禍 造成的 那你看 這國道上面 其實他當時 呃 就是他的轎車夠重啊 他轎車夠重啊 那有時候你的車子難免會故障嘛 可是你故障之後 你下車 你站的地方就很重要 像這個 這個車禍的事故 就是因為這個 駕駛朋友 他的轎車派去了 他還要來等 等要救援 結果他等的地方 可能沒什麼到 結果就 造成了這樣子的一個事故 後方的車輛就 哇 這樣撞上去 哇 真的是非常不幸的意外 所以也跟大家說 如果你的車輛有故障 你在等待救援當中 以自己的生命 為第一優先 要特別注意到 對然後就是 也不要在車子的前方 因為有時候他覺得說 我有一台車可以做保護 那我就停在車輛的前方 但是等到後面的車子 去追撞到你的車的時候 他那個重啟力也是很大 他也沒有辦法保護你 對 車子也會往前推 對也是會往前推 所以也會 也會往前再撞到你 所以 這部分跟大家說一下 你應該 那這樣都在國道的話呢 他應該要在 路 在哪個地方等 國道的話就是趕快 離開這個 國道然後 看可不可以在護欄的外面 哦 護欄外面 如果真的護欄外面 真的沒辦法 那你只能過在路間 但是你還是要去 時時刻刻 要注意 趕快注意安全 對你還是要轉頭去面向那個來車 對對 要隨時看有沒有車輛撞上啊 對你也不要說 我背對來車 你一定要是面對來 如果說真的車子真的太靠近你 那你就只能夠 對 才能夠有時間去做閃躲 重點是趕快撥打110 對 趕快報警 那請這個警方趕快到現場來幫忙一下 好來 呃 阿成 來最後20秒跟大家補充一下 好 各位聽眾 那現在 因為我們警方在執法 大部分都是執行這個超速 我們針對的這個重點 那請各位聽眾朋友 尤其是在經過我們小小港地區 像中山四路 以及沿海一二路的時候 特別要減速慢行 對 那我們警方已經持續在這邊做 好幾天的這個超速的執法 OK 好 請大家注意 今天非常謝謝小港分局交通組警務員黃茂城 謝謝阿成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拜拜 拜拜